藉由中介法來前置言論自由 陳時中還在為這部法案擦肢抹粉 甚至說假新聞需要評議這樣的藉口 完全無視這部法案對於台灣社會 我們民眾言論自由的傷害跟限制 民進黨一直以來 把鄭南榮追求100%言論自由奉為盛進 但今天卻藉由中介法 來前置言論自由 來背棄自己當時的心眼 令人非常遺憾 其實我也看到陳時中還在為這部法案擦肢抹粉 甚至說假新聞需要評議這樣的藉口 完全無視這部法案對於台灣社會 我們民眾言論自由的傷害跟限制 我是律師出身 現任的立法委員 我也直接公開反對這部惡法 再一問總統 你哪有忘了之前 你也在臉書公開反對 新建制法第9名 其實我們在網路上面 表達自己的意見 接收資訊 這是我們的基本權利 這樣的基本權利 絕不容被剝奪 原來我們的疫苗採購合約跟我們總統的論文一樣 都是不能見人的齊齊蜜 對台灣人民來講 用我們的錢還讓我們等不到疫苗 陳時中到底隱藏了多少貓蜜 不敢公開 全世界的疫苗採購合約裡面的疫苗 價格都是公開的 只有陳時中不敢告訴台灣民眾 錢花到哪兒 花了多少 這樣的政治人物 台北市民 敢讓他管每年1700億的預算嗎 請問他 許植商交易 10月 頓局 幾百分後 學清賈 公開 20兩